亏得没伤到筋骨 你放心 此事若高知母后和子圣 定会替你做主 皇后要操之宫内外的事情太多了 我不想麻烦她 我也不想事事都考虑不已 终将宫里的日子是我自己过 你呀就是太好强了 许多元 老板 天崎 十五到八 一 我 各位 你 但是 也是 甚至比你还多些呢 我记得有一次 她被人推之河中险些丧命 幸亏后来太子把他救上来 你可知 子慎那是最喜做什么 他最喜拉着扑冲宫女 陪自己一桌吃饭 子慎自小 就未曾与家人好好坐下来 吃过一顿团圆饭 我记得小的时候 每年上缘灯会他都会去 就那么截然依然 站在灯火栏山处 服饰时间越团圆 人团圆 文雄军那日的所作所为 我也听闻了 王淳将军 特托我来向你与欣赴致歉 子慎啊 你与王淳将军 都是吴的左膀右臂 千万莫因妇人生了嫌隙 臣并非因为私人恩怨 针对扯起将军 只是因为他能力不足 实在不堪重用 殿下身为储君 当事实以国事为重 不可任人为情 还有那楚飞表雄孙生 他武艺不禁也就罢了 还整日吃喝玩乐 饮酒勿实 这样的人 怎能让其安坐东宫侍卫首领之位呢 殿下还是尽职 考虑何事人选为好 可能毕竟 毕竟都是五母族七族的人 不过是份行差罢了 今天是霍将军的继承 中午长秋宫设宴 你为兄弟二人 好久未曾一同用膳 不如不必了 臣还有要事未曾出 恕臣适配 可是楚飞留了你的心腹 在东宫说话 你不等他一起走吗 今天霍将军继承 我与你一同回长秋宫 开戏前 咱们还能再说说话 去备马车 是 我还要协助鸡痛阿子操持 旧部 放心 你是怕又见着三公主 此生也会一起去的 她一定会护你周全的 宫中人心叵测 她一路走来多不易 必不愿你受苦 太子妃 殿下父母令奴婢来问 东宫给金经数之大臣 及家眷的礼物可备好了 早已准备妥当 命殿下父母按往常惯例 送去便是了 是 慢着 我与梁夫人乃归终旧时 在天上这支竹钗 以表心意吧 可这竹钗是使臣 进贡给殿下的 既是殿下职务 赏赐给立下汉马功劳的大臣 最为合适 是 看起来 这座皇家心腹 也是万分不易之事 其实我知道 宫中乃是非之地 我最好置身事外 但如今 我必须要淌这浑水了 因为我要做她心腹 便就要知晓 她是怎样的人 这里是她成长之地 我想 亲自走她曾经走过的路 你这心腹 倒是个敢说的小女娘 你这心腹 太子殿下 殿下与子身也在 刚好了 今日佳宴 咱们可一同前去 殿下 臣方才想起 还有几件钥匙 未与少双交代 先行一步了 我去 怎么又受伤了 你不是要收回真心了吗 怎么又来找我了 是你出现在东宫 被我碰见 并非我主动来找你 好 那我便不出现在 林将军面前了 是水伤的你 小伤而已 不碍水的 不碍水的 既然你不肯说 那我就自己去查 双双 还有一件事 你要记住 以后少去东宫 离楚飞也远一些 为何 楚飞没架子 在森阳的皇宫里 也只有待在东宫 不受人欺辱 你不过才精光几日 如何能分辨人 谁人全没架子 谁人全是傍身的 我虽出生在武将之家 可我的心是肉掌的 除非出生贫寒 和我一样 也不被宫主皇子所喜欢 宫中事物 并非你想得这般简单 人心善恶 也绝非一眼难辨 若没有利益纠葛 自然人人此眉善目 但若牵扯到全室 那就身不由己了 东宫乃是非之敌 我不希望你卷入其中 太子妃还说你当年落水 还是太子救的你 你怎能一心就想着自己 燕灰塔之事你忘了吗 此事牵扯极果 若不想被卷入深宫事物 你还是远离些 你还是远离些 林子善 你总让我自己当你是你的心腹 可我如何能够就此远离 我为了你 再学着适应宫廷 因为我知道 你所面对的一切 我之后也会面对 所以 这宫中你所有的曾经 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去了解 我要知道 我为了郎旭 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你的意思是 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我 不是 我是为了我自己吧 好 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 我会保护你 来吧 太好了 要不要跟着我 我会保护你 有什么 我会保护你 不 我会保护你 自己是